先把中段防水胶条取下 接着把两侧防水胶条揭开 揭开时注意不要强行拉扯 以免卡扣断裂 可以用工具或者手指顶一下卡扣 以便更好的松脱 接着卸下前杠固定螺丝 卸下后的螺丝放好备用 两侧定位固定螺丝也需要卸下 稍微用力小心拉开前杠 拉开后卸下两侧隔音条支架 下压卡扣同时往外拉 松脱卡扣 拉开前杠 可以看到中网卡扣 用长螺丝刀等工具下扬往外推 以松脱卡扣 松脱后尝试轻拉 这样可以让消防卡扣摇动不会卡死 接着伸手去感觉卡扣大概在哪个位置 方便后面操作 然后把手伸进去 用有直角勾的工具去找到卡扣 找到并勾住卡扣后 上提卡扣同时往外拉 下方每边三个卡扣 下方两侧每边两个卡扣 都需要松脱 让工具压在卡扣的凹槽里用力 同时往外拉即可松脱 一个个按照顺序松脱 便可取下中网 对准卡扣孔位 平行推进中网 推压卡扣位置 可以听到卡扣卡进的声音 每个卡扣位置都尽量去推压 确保都能卡好 最后轻拉检查一下 是否全部卡好 接着把前杠装好复原 先把螺丝装上 调整好对准 再拧紧 接着把两侧的隔音防水胶条支架装上 最后把隔音防水胶条中断 推准卡扣装上即可 注意卡扣必须压到底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